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也特别纠结过 我到底在加拿大 是一个什么类别的律师 思来想后 有一日我就豁然开朗 我来加拿大的目的和初衷 到底是什么 拿着中国的律师牌照 还定制着加拿大的律师牌 我本来就是一名 跨境的国际司法意义上的 国际上的民商市跨境律师 房产交易不仅仅是买卖房产 常常会涉及到婚姻家庭法律 也会涉及到房产的继承 家庭的财富的传承 还会涉及到公司的法务 商业的地产 这中间任何意外 都可能直接导致当事人 进入到加拿大或者是中国 或者是其他国家的法律诉讼 衍生为法庭的跨境的民事 商市的法庭的一个跨境中央 那么跨境民商市法律服务 涉及到两国甚至于 多边法律体系的融会贯通 复杂的案件应该是团队化的管理 一个律师是没有办法 事无巨细 我希望我们可以拥有一支法律的团队 懂中国法 懂加拿大法 以及懂其他国家的国际的 这样的一个团队 因为我们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 来自全球各地的 各个族裔的都会聚集在加拿大 尤其是我们所在的安大略省 那么严律师事务所的团队 我们的团队成员 很多都是像我一样 持有其他国家的律师的 资质的这样的一个法律团队 我和我的搭档 希望我们不仅仅在加拿大 是一个懂房地产的 房地产律师 而是处在双边或者多边的 国际法律体系下的 一个国际律师团队 那么今天 我和我的这个壮大的团队 成员们在2022年年末的 为大家送上一支精良的法律团队 婚姻 刑事 诉讼 跨境民商事 与您相伴同行 不畏严寒 持诚在加拿大的血缘之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的 此事 她合作整齐 我们为他们一样的 对 我们还会 springs 两个音乐 因为这种方式 最况是 迅速殊套 为个项佛性吗 付诚 我们 甚至 我们能 melts 被子 很厉害的家庭和判断官员 梅梅拉·Armstrong 在中国我们翻译的是粗哥哥 所以大家应该对打官司一定要有一只粗哥哥 这是梅拉·Armstrong's team 所以有两个团队来专业来专业工作 我们分享我们的经历,知识和工程 所以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公司 因为这些公司是非常重要的 专业和我 我们在中国社交媒体的社交媒体 我们要求职业 我们希望职业能理解自己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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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同时我们觉得 很多中国职业的职业 都很新的职业 都很新的职业 也很新的职业 所以他们的职业 都要求职业 更多的职业 他们要求职业 更多的职业 更多的职业 所以我们 generale的整个职业 的职业 多的职业 都能理解自己的职业 就是职业 如此之后